是来自欧美旅行最大的邮轮团也跟着来台湾了 而且他们总共是18000人分8T次邮台 首批的2600人在今天抵达基隆港了 分别前往台北各个景点观光 那么这些欧美的观光客呢 停留台北一天 最想去的地方就是101跟中正纪念堂 超热情的欧美观光客 才刚下船不找导游先忙着拍照留念 其他人跟着安排好的行程 也有人选择台北一日自由行 我喜欢台湾 很好的食物 它是车站或车站 哪个比较快 它是外面的地方 它是外面的地方 港澳局派出 近同各国语言的人员接待 尽管每年都有欧美邮轮团来台 这回号称Z大团 来自41国籍观光客 一共18000名成员 分8T次邮台 首帕成员2600人 大部分都是退休夫妻 或是家族旅行 像是这一团包头金的观光客 来自土耳其 全家大小因为看电视 所以决定来台湾游玩 其他观光客 对于台湾最爱的景点 当然还是故宫 以及101 最高的建筑 对啊 我听到这些 所以我们可以去到顶线吗 不 我们只要拍摄 我们只要拍摄 我喜欢去到顶线 这会很可怕 但是玩意 吃政府送上半手礼 推广台湾景点的公仔 这几年台湾积极拓展 欧美旅游团 2002年 处女行只有2000人来台 2008年增加到8100人 到了2009年 人次倍增到18000人 成长了123% 观光局打铁趁热 预计锁定欧美人士 4月中再推 一元驻五星饭店噱头 谢谢大家